五分鐘啊,這太久了 快點快點來,直接來這裡啦 這樣有了嗎? 對,來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由下面這張圖可以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在A的這個地方 它有Teacher跟學生 那Teacher的部分 它是用那個 從網路架構模型當中 產生類別之後 產生那個 那個Sudo Level的部分 那另外Student的部分 它是加Noise的部分 進去讓整個網路架構 讓學生去做類別的分析 中間有產生了一些反覆練習 讓它有迭代好幾次之後 從中學習接近老師的一個模型效果 那在B的這個部分 Trust Sway的Image 它分為全區跟那個Local 就是全影像跟那個局部的影像 也一樣有那個Teacher跟Student的部分 在Teacher的部分 在那個網路架構當中 它會有那個特徵提取出來 就是產生那個 提取那個 語意特徵的部分 讓它做那個 吳征六的一個 那個自我監督學習的方式 另外Student的部分 也會提取那個Teacher 還有就是部分的一個那個影像 來產生那個特徵學習 在這樣子的 學習上 自我監督跟訓練部分 會讓就是 一直反覆的 做一個自我學習的監督方法 再來下面這個C的部分 是將上面的兩個 就是自我訓練 自我訓練跟那個自我監督學習方法 一直就是反覆的迭代 好幾次去訓練出 讓他們這樣的方式 可以就是 透過教師跟學生的一個 互動學習當中 隨著那個沒有標記的那個資料 如果它增加越多的話 就是資料越來越多 疊代越來越多的話 可以就是透過那個AI的一個性能 可以產生更高的一個 準確度的一個方式 那F2的部分 其實它隨著時間的那個推移 可能會不斷的增加一個 臨床的一個模擬訓練的方式 在那個最初始化的部分 剛開始會將影像 就產生出那個 X1跟Y1來做訓練 那這樣的影像標籤 就是可能這些數據 包含的影像跟那個 相對應的一個Diagnosis的部分 那後續可能會開始做一個訓練 在第一時期的時候 學生 student可能會針對這樣的一個 level 就是小量標記去做訓練 將那個teacher產生的 X1這一個部分 去做為就是 輸出 學習 學習的部分 那另外 學生可能會輸出一些資料 還有就是 輸出的一些資料的部分 這些數據參數 可能會來調整自己的一個預測 讓整個模型可能開始做迭代的部分 在第二時期 也可能開始就是慢慢持續的有產生 因為數據會越來越多 所以開始有一些迭代作用 那長期做迭代的部分 每一次的迭代會更多的一些標記進來之後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 適用於 可能數據比較 標籤 成本比較高昂的一些 或者過量龐大的情況來使用 再來Fature 3的部分 裡面有提到就是在那個肺結核的患者 在使用那個五間都市學習的部分 它的那個AUC 隨著時間的 數量的越多 那它的那個AUC的那個成效是 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那在右邊 這是原本的一個S-ray的image的部分 那在這樣子的Vision Transformer的不同的時間點推移 它的那個注意力就是會越細化 會看的可能會比較越來越精準 整個影像的那個病變還有羽翼的結構 可能會越來越精準 那在那個傳統式的部分 它迭代了越來越多之後 可能在後面會有過度擬合的狀態 在那個AUC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可能它的AUC可能會下降 Fature 4的部分就是 它利用那個肺結核來根據那個CNN 還有就是CNN還有就是 右邊這個自監督市學習的一個AUC的一個變化 那左邊這個是那個透過不同的CNN 右邊是監督市學習 所以在那個Vision Transformer的部分 隨著時間的推移 它的那個成效有越來越好 就是表現是最好的一個模型 那下面這個是NEMO SOLAS 跟那個COVID-19以及那個被結合的部分 他們在這篇 paper裡面也提到就是 Vision Transformer的部分在那個時間的推移上 隨著數量增加越多 他們的那個正確率也是有越來越好 那後面這一張圖 其實在以前在AI跟那個在學習上 我們臨床的那個教學上 也有類似相同的一個狀況 那左邊這個是AI的那個學習狀況 就是它使用很大量的一個那個 那個位標記的一個 data 那讓那個學生去 老師去把這樣子一個標記 取得很多的一個 S-ray的一個那個 信息數量 那產生一些偽標那個S-ray的部分 那後面學生這個S-ray的部分 它是拿取少量的一個信息試圖 之後來就是跟那個老師去做一個匹配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學生的模型會根據就是那個S-ray的部分 去進行微調 那改變它的一個預測的精準度 右邊這個是那個臨床的 大量臨床的那個個案 它是那個放射師 放射師就是比較初階的放射師 它是透過那個書本學習的部分 去來看真實的案例去學習 學習完之後利用少量的那個影像學習 加上那個比較高階就是比較資深的那個放射師 他們這些這個資深的放射師 它是透過就是可能一些臨床的一些高階影像 還有就是實際案例 例如我們的那個CT screen 還有就是一些教科經典案例來去做一個model的部分 那這當中它也會就是透過跟教師就是做臨床做比較之後 才去產出它的一個那個結果 那這兩個兩個情境當中啊 其實都是會從錯誤中去學習自我修正他們的效果 無論是student或者是在那個初階的放射師上 那他們就是 但臨床上還是要仰賴比較高品質的數據 來去做最好的判斷 謝謝 沒有 這樣子我看 我看這個 我看應該是不需要問任何人 有人貼得懂嗎 是不是有人任何人貼得懂嗎 因為你們一定都沒有看過這個CT screen 好 你貼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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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貼得懂 真的假的 那 你要不要講講理解的部分 你貼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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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你貼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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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你不要再講 因為那是沒有貼得懂 那這個 哎呀 我問你幾個問題啊 這個 我問你一下,我問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 請問一下它的使用情境,它這個model的使用情境 是你手上的data是有label的還是沒有label的? 少量有label的 少量有label,大部分沒有label 至少你這個讀懂,你們聽懂 你要先講前提啊,前提就是我們現在要apply這個方法 你不是說手上有1萬張圖,然後1萬張都有label 是只有1000張有label,剩下9000張沒有label 那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要用一個特別的方法來去提升它的performance 因為這樣資料比較好收集,少量的標籤 好,那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ABC這樣的圖,就是剛剛說ABC這樣的圖 請問一下哪一個是這個嗎? 那今天這片pepper用的方法? 兩個混合,最基本是用B 所以是C吧? 對,兩個混合C 那C下面那個3,那邊不是有123嗎? 1,self-supervision 2,self-training 3,correction 4,repeat 那個3,correction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正確重複 正確重複學習 1,correction是修正嘛 1,supervised from small levels 3,那一條線是什麼意思? 把他們學習過重新修正的再導入這個循環裡面 我來講一下啦 我來講一下啦 這個E 他E的學習目標是他只看一小塊鼓 然後他就要去預測整塊胸背的光帶長什麼樣子 第二個學習目標 就是老師透過無標籤的data 無標籤的data 預測一個標籤出來 那這個標籤 學生要去跟他學習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第三個 是老師預測出來的結果 如果是錯的 如果他有標籤 那就要用正確的標籤去取代他 好不好? 來,再往下 T1,T2,T3 最主要的差別是疊代很多次嗎? 還是Sample Size不一樣 Sample Size從30 可能60到數量 對嘛 怎麼沒有解答很多次啊 T等於一是指說 我用3000個沒有Label的樣本 跟1000個有Label的樣本 T等於二是6000個沒有Label的樣本 跟1000個有Label的樣本 T等於三是9000加1000啊 這亂講通 往下 那就是他 這個東西就不用講了 就是表現得很好嘛 如果表現得不好 他也不可能發一圈Paper了 可以嗎? 好,等一下後面的人報的時候 這個 這個 至少我確定你有看Paper 好不好? 這是我至少 at least 我們感受到你看的Paper 只是沒有那麼懂 等一下報告的人喔 精簡 好不好? 那個下面那個 剛剛那個圖表就不用報了 因為一定會比較準 比較準 你到底要幹嘛? 幹嘛要報? 好不好? 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誰? 來,品薇 品薇 品薇,我看你的PGT裡面 有很多說什麼比較準的圖喔 那些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那些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那些就是剪掉一句話 就是有比較準 不然為什麼是這個Mabel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那我這篇要報的話 就是它是使用更少數去簡化 那個胸部放射射線 它的模型 用遷移學習模型來進行 來進行的 那首先先講一下 遷移模型大家怎麼做 遷移模型就是使用一些已經訓練好的模型 那像在這邊的話就是使用一些動物圖像 那如果你訓練好的話就可以分別狗 那如果要加入自己的模型來進行學習的話 那就是再加入一個你自己要的類型的特徵 那個影像集 然後之後就可以再辨識出你要的影像 然後在這篇研究它主要用的話 就是基於那個Transfer Learning它的那個架構來做的一個研究 那A的話 這上面A圖的話主要這個影像是傳統式使用 就是會使用那個Imaginator 它上面影像集來做為Pretraining 然後再進行那個Pretraining的預測 那這一個研究比較特殊的點 它除了在Pretraining的就是Imaginate Pretraining的情況下 又進行了一個就是胸部Explander的Pretraining 那這個Pretraining它是使用那個放射學影像報告 並且用那個自然語言處理完的一些落標籤的影像去做的一個對比學習 那它也是結合了監督對比學習來進行那個胸部放射線的那個那個放射線的網路的建構 然後再最後它是透過三種訓練場景下面的資料效能來詢問他們的評估方法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使用 就是先凍結這些imbedding的線性模型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凍結的情況下的非線性模型 再來就是在最後微調Pretraining的那個模型 模型網路下面的一整個網路的效能 接下來我要先講一下 這些研究比較特殊的點在於是它使用到了監督對比學習這個東西 那傳統的自監督學習的差別在於傳統的自監督學習它其實比較分 它比較它是從同源跟非同源的分類 那現在如果用自監督學習的話就可以用同類型跟非同類型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同樣來源的影像它可以分布在很近的位置 那這隻狗它可能是同樣類別但它不是同樣來源的地方分 就是分不到很遠的地方 那其實如果是使用類別來進行分的話 也可以分成兩類狗跟貓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大幅增加這個模型的分化能力 那這個他們所稱的subcount 就是用那個他們的picture learning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主要可以看到說 這個模型它在匯入的時候 它已經被匯入的時候會先進一個inventing之後 會到一個可以生成一個2048這個dimension的層 那最後會用這個對比對比影像 他們去一樣會做一個augmentation之後 再做一個影像的對比 然後去算出一個那個se loss 然後再有這個se loss去固定這個層 然後到第二階段再生成一個影像 然後去反饋它的loss 這個subcount的模型 對都會比下面的模型好 那一樣在covid-19的也是 那最後的結論的話就是說 這篇項就主要是說 對放射線他們報告進行簡單的一些自然元素 就可以用於一些建構在 中部X1放射影像網路的監督對比學習方法 可以大部分產生那個弱標籤 就可以大幅去提升它模型的效能 那可以看到說在小資料方面的話 這個inventing的那個標籤 它可以去提高特定任務分類的效能 大概可以提升到0.1到0.2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 他們也可以大幅去降低 使用的那個數據量 數據的大小 可以減少大概是原本的3倍到688倍左右 那其中提到一個點是說 在大數據方案中 這個收益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顯得 就如果這樣很大的話 可能這樣收益 可能就不會這麼顯得 這樣子 好 那謝謝大家 好 我們來立正 你覺得 他在講什麼 他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他所需要的data是長什麼樣子的 種類型 種類型 我意思是說 他有有標籤還是無標籤的數據 有標籤 他有無標籤的數據 你說他有無標籤的數據嗎 有標籤的數據 有標籤的數據 好很好 好 你剛剛你抱不好的地方 你分數會加回來 好不好 來 品薇 我是覺得你抱的相對還算不錯 好不好 那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來往下一點 好 再往下一點 這個abc 到底最偏用的是a還b還c 喔 那個是用c啊 那你剛剛為什麼一直指的b 好 因為我可能講解的時候 比較看這樣圖 那你講解的時候看這樣圖 那b到底是什麼 b就是比較傳統的自監督 左邊跟中間 右邊到底差在哪裡 差在就是 傳統的自監督學習 他是用來源來分類 那可能 在影像中有些特殊的 就是一些標籤識別的東西 他可能就不會忽略掉 可能就會被分類到 不是這個類型 不是這個單元 好 亂講一句 我來幫他講一下 我來告訴你 左邊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那三個positive的那個狗 其實就是同章譜 把他轉向啊 然後裁切這樣子 他說 傳統的自監督學習方法 因為沒有label 所以說 他training的時候 只能夠自己切 自己切小塊 然後跟自己翻轉這樣子 然後說這是同章譜 那如果 只要是不同譜 就算他是隻狗 他也被丟到跟貓一起 嗯 然後現在因為有標籤了 所以我在做 那個contractive learning的時候啊 我就可以把狗放在一起 把狗的不同裁切 面都放在是 positive sample 然後貓全部都放在 negative sample 這樣子 不同隻狗 就多了一個information 讓不同隻狗的 invading接近一點 之後要做training 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你這邊paper 最重要的事情 是告訴我們 你要做那個 你要做 pre-training的時候 如果你有label 就請你用label 好不好 然後他用在胸部的地方上面 發現那個 sample size 可以降低600倍 這個很嚇人啊 對啊 好 就是這樣啦 好 你抱不錯啦 下一個 下一個 關掉我們才知道要叫誰啊 好 下一個是誰 來 可以先 可以先來 好 開始了 老師同學大家好 今天報告的題目是 全音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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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先介紹 圖一 圖一是先介紹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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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變數的話 可以使輸入和輸出 產生虛假的觀念 而導致錯誤的結論 傳統的機器學習和統計模型 常用透過數據集的分析 分成資料等其他方式 以最大限速減少混淆因子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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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輸入經常被回歸分析消除 而輸出的話 可以透過資料收集的過程中 調整 序列中的混淆因子 來減少對混淆因子的依賴 而圖二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篇的重點 它就是先用CNN點睛神經網路為基底 大家都知道CNN都是用來 用於影像辨識的 那CNN的話 它會有一個特徵擷取器 就是這個F1 加上一個分類或預測器 就是這個P 而特徵擷取器 會將每個E選影像 轉換成一個特徵相當F 然後加上這些特徵 加上我們連接與P 來預測這個Y值 那所以 CFNN的無混淆神經網路 它就是多了一個P值 跟這個糖方的提示 就是混淆因子的預測 去幫助混淆因素保持不變 那B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怎麼去修正混淆因子的方法 就是消除C跟F之間 就是全權對1的觀念 然後又保持它們跟Y相關的觀念 所以CFNN就是 無混淆神經網路特徵 它可以預測的話 又保持有條件獨立於C 所以這個情況 這樣稱為無混淆的訓練 那就是剛才有講到說 我最重要的idea就是 它用CNN為基舉 去創出了這個 消除糖方的混淆 無混淆的因素 去提交這個模型的確信 謝謝大家 我覺得抱滿好的 非常簡單 非常乾淨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應該是不需要太特別問大家 感覺就是非常聽得懂 對不對 來往上一點 問你一個問題 怎麼了 你覺得你抱的很少 我就喜歡這樣 你不是講東西 不要講 講個idea 你就講出來就好了 不要講那麼多 欸不是 往上啊 來 這個 紅色這個拍 這個什麼意思 你再講清楚一點 好 它就是設置一個條件 然後就是可以 這個條件是可以幫助混雜因素保持 把那個C改成年齡性別好了 好啊 你現在把這個X改成胸部X光 然後Y 用Y當作是這個被結合好了 然後11是年齡性別 好 請舉個例子 所以它就是先從胸部X光提取 向量的特徵A副 然後進油到被結合 提取它的那個 弱奔類 對 然後在精油 就是這個拍去控制條件 提取 就是保持它混雜因素的不便 進得到這個預測 就是不便 講重點 快點 就是 你抱得很好 你就插這個 怎麼不便 呃 我的理解是 它就是會限制訓練 及特定的 就是 數值去控制 是嗎 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樣子 它會同時讓 看方的預測過來 預測下來之後 它會把這個 就是 就是它要確定這個 F 就是 就是它的看方的 是 看方的預測下來之後 它會找類似的 然後一起去 再去預測Y 這樣子 好不好 它的高階特徵就差不多啊 好啊 就這個樣子 不過 至少 你抱得很好 對不對 很乾淨啊 就是大家聽得都會懂 不然 剛剛 還有就是立正 你抱得很認真 對 太多 太多詞彙 你知道你太多詞彙 我沒有人聽得懂 沒有人 沒看你的FAPER 沒有人聽得懂 好 來 關掉 好 看看是誰 來 球球 上來 你那個 蔡經緯那個榜樣 越簡短越好 你們可以抱兩分鐘 千萬不要抱五分鐘 千萬不要抱五分鐘 OK 好 那我要報告的這一篇是 Multiple Deep Learning 那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使用多模態的方式 然後來 輸入到Transformer的這個理念 那我們都知道 Transformer不管在自然語言處理 還是在圖像處理上面來說 都是非常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部分 那不過在傳統 大概Transformer上面的時候 面臨計算難度 計算度會非常高 比如在融合裡面 像是他們現在只用一些 比如說 Multi Head Attention 可以簡單來說就是 Self Attention 他不去知道說 他們裡面的每一個個子 然後來進行做串聯 這樣子 那這會造成一些 非常多的困擾 那在下 那在下個部分 剛剛有說過 我們將不同的Model 也就是模態的進行輸入 那我們要如何進行做串聯的部分 有分成為這三種 那在第一種部分 不管它的Model 它的模態是什麼 不管它 直接讓它去抽特徵 然後再丟到Model裡面 然後進行做預測 那在第二個部分 我們分別將每一個的模態 然後進行做特徵 比如說 血液啦 那我們抽血液的特徵 那影像啊 那我們再做 再做影像的抽特 抽特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的第三部分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將這兩個 各自的優點 然後我們把它進行做串聯 那我們先將Model 就是模態的 模態的這個特徵 進行抽取 或再將模態2的地方 進行做抽取 然後將兩個模態 然後進行做抗敗 然後再丟進Model裡面 然後進行做預測 這樣子 那 剛剛說起來 剛剛也就說第三個 第三種方法 那 我們簡單來說 第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是將 這邊是胸胸X光圖片 然後我們進行做分割 然後再進行做 抽特徵的部分 那在第二個部分的話 最重要的是 這邊是臨床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 心跳啊 心率啊 血壓啊 等等什麼什麼東西的 然後最重要的部分 然後進行做輸出 這邊有一個 Cross Attention 那Cross Attention 就可以減少 我們非常大量的一個計算 因為在以往的Transformer裡面 它只用了Self Attention 必須考慮到 全部的 全部的 每一個值 然後進行做關聯 串聯的部分 那Cross Attention 我們只要知道說 Key跟 Query 他們的 關聯性有多少 然後 再進行做 畢竟 非常相近 相似的度 然後再丟給 Self Attention 然後進行做關聯 這樣子 相對來說 會減少非常大量的計算 那這就是這一篇的那個 一個point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很好 來 我們現在來抽問一個很好了 來 品輝 就你了 來 往上 是 這個 對 就這個 品輝 來 問你一下 這個 這個第一個跟第二個 分別可不可以舉例跟我講 這個 用的話再講一次 用的話再講一次 對 有很多 第二把 這個 真的 真的亂講一段 Possible 對 我是覺得聽得蠻清楚的 可是我們來 就你了 這個 沒有 對 這一張圖在講什麼 他就說我們 羅派 就是我們來的 把他 把他合在一起 然後 合在一起 有 Early Early 搞在一起 跟Lat 搞在一起 不知道 沒有在聽 剛剛再拿便當 那你再講一下 好 這兩個各有什麼優點 為什麼 各有什麼優點 為什麼 各有什麼優點 為什麼 那在Early 我們剛剛有些同學 不太知道什麼 是Model 那我們先舉一個 那Model 1我們來說 是胸部X光的一些照片 那Model 2 零床的特徵 比如說 協議好了 然後是當作一個特徵 那我們進行做特徵 X光裡面有一個特徵 看他到底有沒有病 那我們把這個特徵抽出來 這不算一個向量嗎 然後另外一個是 協議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把它做測出來 然後 一樣也是也是這樣子 不過呢 他這邊的特徵是 全部一起拉都會一起全抽 那 這樣子有什麼優點呢 這樣子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考慮到 每一個每一個特徵的互補性 比如說 你用A的資料 跟用A的資料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在Less Fusion的話 那 既然這麼麻煩 而且 他的訓練 訓練的那個 那個量 你知道嗎 是非常多的 那我如果把它都切開嘛 雙槍用雙槍 雙槍X光 我們用雙槍X光的方式來抽 那 血液的方式我們用 血液的方式來抽 然後我們進行循環 輸出完之後呢 我們用Decision 也就是投票 我們用投票字 看哪一個比較準 看哪一個比較準 我們就得要投票 然後進行做輸出這樣子 那 那 解游這兩個優點 那第一個優點是什麼 第一個優點就是 我們可以 了解互補性 就是不同 模態資料的互補性 那第二個 第二個方式呢 第二個方式是 我們可以只要抽單一的 我們可以不會被影響 不同等模態裡面 可以不會被影響到這樣子 對 好 我就是覺得講得蠻清楚 那我們不要為難大家 我會問最後一個問題 來 就我們比較第一個跟第二個 Early跟Late 哪一個運算消耗比較大 呃 以我的看法 你說是Late 你說咧 我就是Early 對 亂講一個空 他講一個對的 Early才是對的 Early每一個東西 對 到了Late的話 他只要自己跟自己的 Early就好 對 他就不用Martimo 大家自己的Early往下 這邊講得非常好 我跟你們講 因為Late Data 這種東西 Data很多 對 你看他如果 他如果要每一個 每一筆Late Data 都要往這個 都要當作一個 新的Token的話 這媽這個東西要多長啊 對 對不對 而且他就用 Early要計算到 每一個 每一個產品之間的關聯 對 沒錯沒錯 他就沒有浪費Token 他這邊意思就是 那個Late Data 我把它 這個感覺可以 他Late Data 就把它放在旁邊了 然後 只讓他抽出 P跟Vanue 然後這邊產生幾個 虛擬的Token 然後讓他 這些 這些虛擬的Token model知道說 這些Token 就是要來抽 Late Data 所以幫我把 Late Data 那些Token 可以大幅度的簡化 不管Late Data 有多少個 我就可以大幅度的 減化我的那個 Token數目 濃縮到那幾項 再去Transformer再跟熊貝Squang的Token去融合 然後最後出來的效果就會好很多 好不好 好,我覺得你講得很棒 謝謝 好不好,你應該是我目前聽到講得最清楚的 他應該更清楚的 還有一個誰更清楚 東英,他有拜託我 然後我有把這個 東英他今天沒有辦法來 對 好,OK,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說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做影片做得非常好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 OK 不好意思,有點小聲 對 沒關係,沒關係 小聲不是那樣小聲的 小聲是這樣 來,你繼續 你先播啊 好 好 是 是 是 沒關係 沒關係 好,我們伸手帶來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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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se 在CV領域的通文版我們就稱為Vision Transformer 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圖片先切割,攤屏,然後最後丟給理念 最後再讓Transformer去掃 在2021年的時候就發展出了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手續的Vision Transformer,切割,攤屏,最後讓Transformer去掃 Vision Transformer其實很多人覺得他已經捨棄了 就是在CNN上面,大家可以扮演這件事情上 一樣,我先去看第六課 那其實在半年之後,有一批學者他就試著把同樣的觀念融入到Transformer當中 所以SWIN Transformer就因此了,就是在Vision Transformer出現之後 半年就因此了出世這樣子 那這是整個SWIN Transformer的架構 那仔細看一下架構的話,其實他就是有四個Stage 那每個Stage他其實都做一件Down Sampling 那其實Down Sampling,如果小弟妹有提出錯,其實就是在做Pooling 那就是石化,然後再丟進SWIN Transformer的Block裡面 那做四件的事情 那每個SWIN Transformer的Block,他就是放在圖P這邊 其實他就有包含了一個W的MSA跟SW 就是Shifted Window的MSA這樣子 那文章一開始,你看到Figure 1 他講的不是自己的這個架構,就是反而放在Figure 3這樣子 他Figure 1先讓自己跟Vision Transformer比較 所以發現兩派其實都有各自信仰的支持者 那不同的就是他不是像Vision Transformer的部門 就是這樣試著試著去切割 那他想要保留在CNN上面就是Hierarchy的這件事情 然後去分等級這樣子 那他就是逐步多層級,很像金字塔去切割 然後最後再Merge起來,然後形成他想要的結構 那回到我們一開始的架構 他其實就是在輸入的時候,他做了一個Patched NB 然後他其實就是用CNN做Done Center 這其實是一樣的邏輯 然後接下來他進到Stages 就是四個Stages 那每個Stages都會有兩個部分組成 就是Patch Merging跟SWIN Transformer Block 那我們剛才說這個Block就是兩個加起來 就是... 這樣一個 WMSA跟SWMSA加起來 那最後的話就是依照不同任務進到各自的Hand 然後再Pooling這樣子 那最後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來細看一下SWIN Transformer 那如果真的要切的話 他其實可以簡單切成六個步驟 那其實前面第一個部分講的就是很簡單 一樣就是把圖片切割 那每個Patch形成Token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 一樣去刷去擷取 這不是我們今天重點 好,接下來第三個部分這一塊 才是今天SWIN Transformer想要講的重點 就是他其實透過... 一開始他會先確定就是我們丟進去的Size 他到底是不是要進行Shift 那他會用Shift Size去計算這個Ottation Mask 那是什麼東西呢? 等一下他最後會解釋 那最後他會把這個東西再丟進去 拿去跟Multi-Hat 去計算他的Multi-Hat Self-Attention這樣子 那原本... 他特別就是原本一個... 就是需要一個四乘四的Feature的Attention 那經過他的話 會變成四個二乘二 好 那那時候論文他裡面就給到兩個公式 就這兩個公式這樣子 那公式怎麼來呢? 其實因為我沒有細講 那小滴去找一下 他其實應該是從這個Single Head去推過來的 那時候他中間有一串那個推導的那個過程 就是完全超過就是... 就是... 角力能力的範圍 真的就不放上來這樣子 對... 反正他最後就給出了這樣的公式 好 那其實他是從Single Head去推過來 推到這個Multi-Hat 好 那進到這邊 那個Windows MSA 那其實就是不管是Windows MSA 還是Shifted Windows MSA 他其實都會進行就是... 字檢度的運算這樣子 好 那就是... 比起開始這樣切 他最後切成這樣 就是跟前一展示範 不同的配置 那最後再往下去 就簡單舉例來說呢 就是如果以紅的當圓點的話 那右邊最後標就會是01 所以01-00就會是0-1 這樣子 那就是以不同顏色當圓點 然後... 有不同數字 那... 組合起來呢 就會變成右邊這個 好 怎麼組合呢 那邊我有點看不太懂 好 那就是在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加上Self-Related Position Bias 嗯 那最後他想做... 就是他想要告訴你 就是他到底是怎麼Shift 好 那這是他Paper上面 就是... 原本的圖示 他告訴你說 他原本圖這樣寫之後 下一步他會這樣Shift 那這樣其實那時候看得很沒有懂 那小弟我自己找到一個 比較簡單的解說的圖示 他其實會長這樣子 就是他會把他的A注意移過來 然後... 把它... 往下移 這樣子 就是剛才我們上面 他看到原本的Paper 他其實就是這樣Shifted OK 好 那最後我們剛才講到 Attention Mask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其實這樣移過之後 你不能再用同一個Windows 去算他的Attention這樣子 所以他就... 隨便就提出了Attention Mask 這個東西 好 那移過來你會發現 A1其實沒有變 所以你先就是... 定義他這邊是0 好 那我們再往上看到 就是切成的F珠這一塊 好 那我們把它攤平 很簡單就是把它攤平之後 你要的就是... 定為0 然後你不要的就... 可能定個-100這樣子 好 那定出來的就會長這樣 呃... 定出來的Mask就會長這樣子 那用同樣的道理 把上面兩個切出來區域 都弄出來之後 就會長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四個Attention Mask 他就用... 原本需要九個Windows 就用四個Windows去解決 那很簡單 這邊就是... 0就是你要的 那不是0的部分 就被你生氣 那... 那還是... 我報告 大概這樣 講真的不錯耶 石修問你如何 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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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回答一下 石修 因為我剛剛有看待一個 他剛剛說... 我剛剛有對象 因為剛剛那天晚上說 他應該覺得是個好東西耶 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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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覺得是好 對... 這篇覺得是個好東西喔 他設計了很多跟... 很像的結構 好... 問你... 不知道... 為什麼... 從平方變成線型 沒關係... 我等一下要跟你講 那我現在就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Shift 為什麼要Shift 他希望可以保留跟... 就是L跟L加1之間的那個... 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沒有人聽得懂... 沒有... 大家聽得懂要Shift Windows 但是... 沒有人聽得懂 為什麼... 你剛剛講L跟L加1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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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 那我來幫大家解釋一下好了 你如果這張圖看懂 你就知道為什麼... 運算複雜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來講一下 他意思是什麼耶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CNN很棒 CNN棒在哪裡耶 他說影像啊... 你如果... 你現在一張影像 你沒有必要同時看... 左上角跟右下角嘛 那麼...你那麼遠 幹嘛看啊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他覺得... 那個... Vision Transformer有個缺點 就是... 所有的Token 他都要跟所有其他的Token 做Attention 那Attention的運算複雜度咧 你每一個Token 都要對其他... 假設你有100個Token 你每個Token 都要對其他100個Token 做Attention Score 所以說你的... 總運算量是100x100 可是他說我現在... 既然你不需要跟太遙遠的Token 做Attention的話 他就說 他把它切成了像L1這樣 我跟這個樣子 我只有在最近的4x4 的範圍內 你才要跟他做Attention 所以... 每一個Token 變成只需要跟其他16個Token 做Attention 所以說他的計算複雜度 直接變成了100x16 不再是100x100 那...同樣的... 那計算複雜度 為什麼會這樣低咧 因為當你的圖片變大 當你圖片變成有1000個Token 原版的時候 原版的Vishing Transformer 他的計算複雜度 就是1000x1000 但是新版的 Swing Transformer 他的計算複雜度 就變1000x16 還是16 為什麼 因為他fix住了 他只讓他看周圍 4x4的東西 好... 這是為什麼計算複雜度 降低的 因為他限制了 他... 可以Attention的範圍 好... 但是他限制了 可以Attention的範圍以後 他限制在他周圍嘛 對不對 他把圖片切成多層級的 他... 圖片變成小圖 然後上去再合併了 好... 還有... 下一個缺點就是 那這樣 他就準資了全局訊息 所以他希望啊 這個左上角的 這個Attention 就是這些Token 他也可以跟很遙遠的地方 進行一些... 這個... 就是進行一些 這個Attention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你...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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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乘三的Token在左邊的時候 它是不是跟一二三四去融合 你可不可以看三乘三那裡 就是小塊的三乘三啊 小塊的三乘三啊 這一塊 這一塊Token 這一塊Token它是不是最開始的時候是跟這幾塊去融合 但到這裡的時候它是不是變成跟這幾塊去融合 所以它這樣子的話它是不是就可以融合到其他的模塊 因為CNN在進行掃描的時候 它不會永遠固定都是在這邊一直掃啊 它會跟旁邊的融合嘛對不對 所以它才有機會跟旁邊的去融合 這是它為什麼要轉移的 Shift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它今天把這個圖分的這樣好好的 然後它一路往上 那永遠都是這16個Token在融合 那它希望它也跟它周圍的東西去融合 這樣才是CNN啊 CNN名就這樣掃過去啊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Shift 它讓這個模塊也有機會跟旁邊的做這個融合 所以它把Transformer改的很像CNN 然後最後Transformers很好 就是這個樣子 好了你報得非常好啦 好我看得出來也花了很大的力氣來看 好這個人你看都沒什麼在上課 真的人還是報那麼好 對不對 不過我有補課喔 好你有補課 好我們看得出來 好下一個來 報得很好啦 報得很好 不是你關掉我們才知道下一個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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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論文的 就是 就像李勤老師說的 其實看BQ01就可以看出這篇論文的重點 然後左邊是舊的方法 就是舊的其實也沒有很舊 就是2020年的時候 OpenAI有提出來的方法 就是那時候預言模型回答的還很爛 所以他們就是想說先給他一個問題和 question 和 answer 的一個範例組 然後給他一兩個之後 然後再讓他去問問題然後再回答 然後這樣子 OpenAI那篇論文說會回答比較好 但是其實回答比較好 但是還是其實沒有很好 然後這篇論文就是 Channel of Sight就是說他不只給他答案 他還會把推導的過程也順便給那個模型 然後就像這個數學問題一樣 他就說一開始他有五個網球 然後他擺了兩罐網球 然後那兩罐各有三個網球 所以他總共有十一個網球 然後他就把解數學題的思考過程全部都寫出來 然後當成一個翻例問題 然後丟給預言模型 然後接下來再去問他一個問題 然後也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然後他就會去用一樣推理的方式去 那個在回答過程中去慢慢一步一步來 然後解出正確的問題 所以就是給模型推導的過程會比 直接給他答案還來的 讓模型有更好的一個推理效果 那但是這個結論也是因為 那個這篇Google的論文是用5400億參數的一個模型 所以才有這麼好的效果 那那個這篇OpenEye的論文那時候用的最多的是 GPT3的1750億的參數的模型 所以差了兩三倍的模型 所以那時候1750億的模型可能給他推理他也不可能 他也不會打得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就是像這篇論文 Brown的這篇2020年的論文 是OpenEye的論文 然後但是他 在推理的部分回答的比較不好 然後 參數在 就是那個模型的參數提升的過程中 他也不會隨著 模型參數的提升 然後也回答的那個 performance 變好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給他推理的過程 他只有給他的答案 那這篇就是 結論就是他比較好 然後 那我們老實說這個可以跳過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篇論文裡面也有寫到說就是 Pound就是這個Google的模型 就是Channel of Thought是Google的團隊提出來的 然後 這邊他說 就是Pound有很多個版本 有540b還有62b billion的那個參數的版本 然後540b的版本 他就是解決了很多 在62b的時候會出現的一個 其中一個推理的步驟會消失 就是他在推理的過程中 會消失一個步驟然後導致答案算錯 然後或者是語意義的理解錯誤 就是他看螢幕之後沒有看長相 這些問題在62b的模型會出現 但是540b就不會出現 那這篇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最右邊那個點就是540b的參數模型 然後他在任何一個 問題集中 像G&BP或者這些 這些在三個問題集中 都是到540b的時候 這麼大的參數的時候 然後就是 有Channel of Thought的方法才會變得更好 然後就是這篇論文 感謝大家 好 這樣很好 來 龜恩廷 我問你一下 他你從這篇票得到了什麼 疑似一下 等一下 他在教你如何使用TraderPT嗎 沒有在聽 我先講一下 比如說像等一下下一個人報告 我就鐵金會問王師傅的問題 這樣可以吧 就是剛剛報的好不好 欸對你有聽到 來無意的很好 你如果等一下可以報比較差的話 我們會酌情考量 因為這篇Kindle了 對不對 他說要給 難道你王師傅你再講一次好了 我覺得你完全懂了 你再講一次 就是要給模型 示範回答問題的時候 不能只示範答案而已 要示範連推導的過程都要跟他講 之後模型才會 根據問題去自己思考 中間的邏輯 好很好喔 他的意思我再幫大家講一次 他前面還有一個沒有講的 就是正常來講 你如果要問他一個 這個語言模型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在解這種推理或數學問題 這是語言模型最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你要叫他虎爛 你要叫他寫一首歌啊 要叫他虎爛篇文章啊 寫寫作業啊 對他來講都很簡單 但是這個推理問題 你明明看就很簡單 但是他就覺得很難 他說在這篇文章之前 他有一個重要研究 剛剛他有稍微帶到 就是說你給他一些例子 像左邊這樣 給他一些你要一問一答 一問一答的這些 那他的這個結果 他的效果就會提高 前面的論文叫這個 我記得叫什麼 Language model is the Future Learner Future Learner 對 就是說這個 你給 你這個相看的 就是給他一些例子 就是給他一些 Label Data 那有Label Data Language model可以直接用 然後就準確度就上升了 所以你可以在提示詞裡面 增加一些Future Example 那這一篇更進一步 你不只要增加Future Example 而且 你還要用 給他詳細的推理過程 你不要說 假如說你們以後 要問那個 Chair GPD 問說怎麼治療病人的時候 你不要問他 你不要問他講說 高血壓的病人怎麼治療 就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個糖尿病人怎麼治療 就這個樣子 請你寫清楚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那他後面就回答很好 對不對 根據什麼什麼 guidline 他怎麼樣 因為他的怎麼樣 所以說他不能用什麼 最後他只能用什麼 如果你這樣寫 結果就會變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是要辛苦點下提示詞 但是他有強調一個重點 這只會大模型有用 那個 到時候你們在醫院裡面用 那個Local端 Local算力有限 那個模型太小 你們就不要這樣亂搞 對不對 那個 那只會增加你回應的時間而已 你 但是你如果用什麼 Chair GPD GD4 什麼的 那模型傳數很大 效果就會很好 好 好 就是這個樣子 師傅報得不錯 好 下一個 來 來 陳恩 師傅準備啊 等一下師傅做什麼問題啊 你這樣會不會覺得虧了 你再問兩次 因為第一個我也不知道要點誰 好 大家好 老師同學 我們今天要報的是 Prompting Skills 那什麼是Prompting呢 Prompting 他的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寫說 Prompt engineering is an art of communicating with LLM 那就是 這篇文章其實是在教你如何跟 LLM 就是大型語言模型去對話 能得到更好的回答 其實剛剛上一篇 跟上一篇的內容其實也涵蓋在我這篇裡頭 你今天變比較多喔 對 但我們為什麼需要Prompt呢 就是 LLM是一個已經 已經傳好的語言模型 但是他可以在很多領域都 已經有完備的知識 但是我們不一定 不一定我們在問他的時候 他可以給我們我們想要的答案 我在做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自己開了GPG3.5去 去那個做Prompt 然後發現真的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跟GPG說你現在是一隻貓 然後他就講 他說 他講一段中文 然後我說給我一篇文章 他還是講中文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忘了你是一隻貓嗎 他說對不起 我忘了是一隻貓 但他還是在講中文 然後我就 最後我必須跟他說 你必須用喵來回答我 他就 接下來他就只會講喵了 所以他是有能力變成一隻貓的 只是我們需要給他一個 Clear的提示 那這篇文章就是告訴我們 給我們26個Principle 然後去做出一個好的Prompt 讓我一個一個來講 都會付範例這樣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不要對他太有禮貌 就是我們要用do或don't 不能用should please這些文字 就是我們不要說什麼 拜託你講中文 然後或者 你應該要說 你就給我講中文 或者是你不講中文 你就會得到懲罰 這樣 像我這邊跟他說 你可以說中文了 他說他就用簡體中文 然後我就跟他說 禁止使用簡體中文 他就會開始用翻體 那如果今天我這邊跟他說 請你盡量不要使用簡中 他還是會用簡中 就是我同學也有試過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要給他範例 這是Pepperly的範例 就是 他問說 she plays football 有幾個字 那llm the llama 也是一個llm 就回他說五個字 但這顯然是錯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附上一些範例給他 給他一些例子說 she plays an apple 這句話有四個字 那給他一些範例之後 他就會回答正確說 she plays football 是有三個字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需要跟他互動 就跟老師剛剛講 就是我們如果 問病人要怎麼處理高血壓 不能只問他要怎麼處理高血壓 是要說 必須要給他一些 更多的資訊跟他互動 就是所以我們可以跟他說 我命令你 現在問我一些問題 去給我一個 處理高血壓的病人的一個guide line 他就會開始問你問題 比如說 這個人體重是多少啊 什麼的 然後你回答他 然後他就會得出一個 非常仔細的詳細的回答 然後再來是 language style 我們可以指定 這個llm 變成什麼樣的角色去回答我 比如說 前面那個貓 我可以叫他做一隻貓 然後我可以叫他說 叫這個llm 變成一個 只會說英文的英國人 那他接下來就只會說英文 對 然後你也可以跟他說 這是雙向的 就是 你也可以跟他說 請你現在把我當成一個 五歲的小孩 來跟我互動 那他的語氣 用字就會變得比較 加入一些 用字會比較簡單 然後會加入一些 比較趣味的語言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是 剛剛學長講的 COT Channel Thought 就會包含在這個 domain中 其中一個principle 就是Channel Thought 就是我們遇到一些比較 complex的任務的時候 我們 要請GPD回答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需要 跟他講說 欸 你要一步一步想啊 或者是你要把 大問題拆成小問題 來回答我這樣 比如說我跟他說 我早餐應該吃蛋餅還滿頭啊 然後 我直接跟他講說 請你用這個principle來 的概念來回答我 他就會幫我把大問題拆解成小問題 然後讓我做出更精確的 interaction 那最後呢 我們作為一個醫學生 以後大家都會跨到PBL 就是 你會跨到一個case 那這時候 我們就需要設計自己的principle 來讓GPD更好的回答我們 那 主要的原則 大家要把握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 不要對他 我們要非常明確給他指令 就是不要對他有禮貌 對 他會 他會皮 你如果對他沒有禮貌 他會故意 他就會很調皮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要給他那個 盡量可以給他那個例子 最後一個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避免歧視 就是GPD 他有內介是 他有防歧視的principle 已經做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給他一個principle 我說 現在我們講色的黑人 只會重點的話 他就 回了我一個非常 嚴厲的譴責 他說不能講 不能用這個principle 這個principle是不被允許的 對 所以大家就是 以後大家再做 就跟用GPD 3.5或4的時候 就可以去 嘗試使用這26個principle 或自己設計新的principle 好 謝謝 好 我覺得講得也蠻好的 這篇非常值得大家學習 因為今天 其他人的principle 你都可以忘記 這個不能忘記 好 王師傅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想要 QRNGT幫你寫一篇論文 幫你寫一篇principle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開始 你講了大概 如果你這樣下principle的話 十字八九它還是跟你亂熟通 你們用過QRNGT 你們有沒有嘗試過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它回你話 不會回得太長 通常都回個三四段 就差不多結束了 有注意到嗎 所以 你除了剛剛的那些技巧以外 最重要的是 請你先給我寫大綱 哎 來往上 再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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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這個 這個你這個例子 絕不好 你這個例子 就應該舉說 寫入文 請你先寫個大綱出來 那 他寫完大綱之後 覺得說他的大綱 可能是影球達訊要寫什麼 沒錯要寫什麼 你知道要寫什麼 對不對 然後你就說 那請你把影球達訊 再給我分成四段 請問一下每段 大概要寫什麼 那寫完 他在寫完大綱之後 你就說 那請你寫這一段 他就會一段一段好好寫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要反正 他其實是有能力自己採解的 他其實有這個能力 可是 你們要透過 你們要不斷的 不斷的透過他把問題拆小 不見條你自己猜 你自己猜太累了 他可以猜 你甚至可以叫他說 你有什麼不懂的 你現在問我 對不對 我有什麼需求我表達不清楚 剛剛那個 對對對 剛剛那個 陳恩講得非常好 對不對 我現在 我 想要治我的病人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要提供什麼資訊給你 請你好好問 對不對 他就一個一個問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以後 對啊 就是上PBL課 還是什麼時候 這個非常好用 好 你知道 把問題猜想 他就會做得很好 因為 他的回答 你們如果試過 他每次回答 大概都不會超過1000個字 好 這跟他訓練過程 的 training data center 有關 因為他訓練過程中 那個 他的問 問答 他的問答 那個 tuning的過程中 沒有什麼超過1000字的回憶 所以他就很難寫一大篇文章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而已 好 是這樣 好 下一個 來 鄭克白 我換大衣 老師同學大家好 然後 我這邊是有監督對比學習 然後一開始先來講 什麼目的 然後這邊論文 有兩個主要目的 第一個是解決 交叉函數存在的問題 交叉函數有 就是泛化性很低 然後 使用性有限 然後對於噪聲會 被影響 然後下面兩張圖 左邊的話是 自監督 然後右邊的話是 有監督 就是人工去上標籤 左邊的話就會可以看到 因為他的正樣本 是用原本 anchor 的強化 後 得到的 所以他在面對像這個 長得很像 貓的狗的時候 他就會把它 分為 negative 右邊的話 因為 那個 恩 是用標籤來分類的 所以 他就會 可以把那個 長得很像貓的狗 分到 跟狗一樣的 群體中 把他當做 那樣本來看 然後 再來 這個論文 第二個目的就是 恩 因為前面 有些研究也已經 完成這些上面的事 但 他們的問題就是 恩 可能就完成某部分 然後或者是 對超三數敏感 然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 他們 他們 不太能運用到 大數據集 大數據集上 然後這篇論文就是 做到 恩 其他論文 的優點 然後又可以讓他 用到大數據集上 然後再來是核心概念 然後 左邊兩個圖是 我在看完 那些數學公司後 得到的 大概的想法 然後 原版的話就是 利用 那個圖形增強後 的 同圓圖形 來去 作為正樣本 然後拉近跟 毛點的距離 然後 將其他樣本 視為副樣本 然後拉遠 然後就可以 去區分 未來的那些圖形 改良後的話 就是利用標籤 來去區分 每一群之間的距離 然後就可以讓 同樣標籤的 越靠近 然後不同標籤的 越靠遠 然後這樣的話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像 這個 最上面這藍點 在原版的話 可能就直接被當成 另一個 Negative 就很像那個 長得很像 貓的狗 這邊的話 因為就是 同一個 Label 因為他已經學到 長得很像 貓的狗 也有可能是狗 所以他就會再 遇到 可能Anker 如果在這邊的話 他可能也會 讓他 比較能分類到 狗的表情裡面 然後 這樣做的話 也可以提升他的 泛化性 然後還有 對超參數不敏感 對 然後 再來 實際運作的話 最左邊的話 是 嗯 Cross Entropy 然後中間的話 是自監督 右邊是有監督 然後 Cross Entropy的話 就是直接把這個 Anker拿去跟 標籤 的 那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標籤的 概率 跟這個 狗 會分類到哪個 標籤的概率 去 進行對比 然後 最後去 用Loss 成數去讓他 變得比較像 那 這間做的話 就是用 嗯 同圓圖形 先去做一遍 讓他先學一下 然後再去 先學一下 每個圖形機的關係 然後再去 跟 標籤做 對比 然後 有監督的話 就是先用Label 讓他們 學到 嗯 不同 長得不同的 狗的樣子 然後 把它畫在同一個 Label裡面 然後最後 再去跟 那個 Dog這個標籤去 對比 然後 模型表現的話 就是 在大數據集上面 都是好一些 然後 但在 一千兩百萬的 圖形上面 嗯 其實 就高一點點 然後 還有顯示 就是增加正樣本數 可以提升模型的表現 然後 穩健性的話 就是 嗯 在不同的 超參數下 嗯 有監督的話 都會比較 穩定 然後 而且表現比較好 然後 對抗 圖形的 那些損壞 嗯 越損壞的話 有監督 與 自監督的差距 就越大 然後 論文特別錯的話 就是 它是提出一個新的Loss 來 改善 Cross Entropy的問題 而其他的 其實都是 藉由微調來實現 所以這篇論文 是 算比較創新的 然後 它 達到其他論文改善的成果 然後又可以 運用到大數據值 而 其他人沒想到這個方法嗎 有的 就是像三元損失 還有N對的損失 其實也都是 用類似 類似的方式去做 但這個論文的 特別之處就是 它 專注在正樣本 就是 運用很多個正樣本 去 拉近那個距離 所以 所以讓它的表現 比N對損失 還有戰略損失 還更好 好 感謝大家的領導 好 來 講一下 這邊 在做什麼 這個你好像 不小心聽到 第二次 他先 他先 在那個 跟LaddleB的時候 會先 做這個 意見 就是 先把 一個 這個 他會先 自己身體好 再回去跟一個 分 他 他的那個 招擦傷 會降低 就是這樣做的 好 好像 沒有聽懂 沒關係 你也有這張譜 耶 可是你剛剛 跳過了A 所以A 到底在講什麼 是 是 是啊 啊 是 啊 是啊 你應該知道 沒關係我問你這個問題就好了 好 這篇 那個 我們剛剛在 呃 有錄影啦 但是你那個時候還沒有來 我們對B跟C的解說 我們已經講得非常好 來往上一點 我再跟你講 你給我一點點地方講錯了 往上一點 再往上一點 好 就是這張圖 他左邊那張圖 指的是說 除了 同一張圖 然後自己切割或什麼 他們是 正式的 以外 剩下的都是 不管那隻狗 像不像貓 就算他長很像狗 他還是會被 這樣 這樣可以嗎 那有標籤的狀況下 同一個標籤的人 就會被 視為是同一個 不管怎麼切割 他都會被 視為是這樣的 那 他 左邊是完全的 指間都學習 就是完全沒有 Label 右邊只有Label 所以這張圖 在這裡的重點 是要利用Label 有Label的話 你就要利用Label 你不要他媽的 有一堆Data 明明就有Label 你就不用拿 好 可是有Label 最重要的 我要問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 你有Label 你做Cross Entropy 那這就是標準 我們之前的做法 對不對 那這邊 你看下面 有一大堆的Data 說 我比Cross Entropy 來得更好 所以Cross Entropy 爛在這裡 爛在這些地方 它到底最爛 它到底是為什麼會爛 你還不要講一下 因為它 它有一個參考分佈 就是它 已經預設好 它 預測的概率大概是長怎樣 所以在運用在其他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就 可能那個特定的情況 就沒有運用到其他的情況 然後改良後的話就是 完全去除掉這個 什麼預設的情況 它就完全依靠這些 樣本之間的關係 然後 我覺得可能也沒有人聽得懂 算了 不要為難你了 這個 這個要好好講的話 我剛剛講了一下 這問題 確實也稍微難了一點 這個 沒關係 你就講得非常好嘛 如果大家今天學習到 今天配合學習到最終華為認識 就是 以後 就算 你做的明明就是分類任務 請你先用 對比學習 監督對比學習 全力 然後再去做分類 這樣 performance 會比較好 這個 比較麻煩 但 performance 會變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就這樣囉 好 你等著 你等著 就被問下一個問題 來 下一個誰 來 白哲瑋 好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報告的是 Generative Pre-Training from Pixels 那這篇論文主要就是在講 GPT和BERT在圖像生成上的比較 而作者認為 武監督學習在戰語言它上面有很好的成果 所以他 他想要嘗試更複雜的圖像生成 他們兩個的潛力 那 這個模型 第一張圖片就是 作者把圖片降彩樣之後 然後他運用巨類 就是 每個巨類 他把相似的數據分在一個巨類 然後每個巨類之間 特徵不同 然後再把二維的數據 reshape成一維的 給這兩個模型做 然後這兩個模型都是 Linear Transformer 然後 GPT是 單向的 就是他是由前面的像素來預測後面的 而BERT他是雙向的 他可以透過前後的像素來預測中間的 那最後 就是透過線性探測跟微調來測試 這兩個模型的準確度 那線性探測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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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預訓練model提取出來的特徵 通過線性探測分類 然後再看這個分類器的準確度如何 就能推知這個 預訓練模組的好壞 那微調是會 會更新整個Data 然後 他會 他會再用測試集檢定 他的準確度 那最後時間結果出來 是 我們可以先看 GPT 他在不同 他在不同的 Data Base中 相較於有監督模型 他在中間的層數 有更好的特徵提取 有監督學習 他的特徵表達 品質會隨著網路的加深 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 但是 IGBT這個 無監督生成模型 他在中間的層數 有較好的特徵提取效果 那作者解釋 是因為模型的訓練方式 有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 他會提取 周遭的訊息 去 去達到更完整的特徵表達 那在第二個階段 這些特徵會用於生成下一個像素 那第二張圖就是 這個斜率 正向 他呈現 他呈現 生存性能 和線性探測的準確度 成正相關 然後在相同的Loss值下 更大的模型 也會有更好的 Representation的性能 最後結果就是 IGBT 他會升過 同為無監督的 CNCLR 他有監督的Resnet 然後 在 跟BERT比較的話 在線性探測上 GPT是大勝過BERT 是藍色這條 然後橘色是 在微調之後 他們兩個性能是差不多 然後 這兩個 這兩個特徵就是 他們可以用 利用低數據 然後低像素的方式來訓練 那在 高分辨率的 訓練下 他們 他們 GPT是 略輸於其他傳統 CNN CNN模型的 因為其他CNN模型 是能更好去處理 高分辨率的模型 好 我告訴你 起來 好 來 鄭同學 你要不要講一下 這篇你得到什麼 4MATION 就是 分成的話 可以用 那不然我問你一個 最簡單的問題 好了 這篇是在做分類問題 還在做生成問題 你同意嗎 你同意嗎 他 他是 主要是在講 恩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GPT 是 如果去查 GPT 是比較偏 他是在生成比較強 然後BERT 是在解讀比較強 然後 恩 你們 針對問題回答問題嗎 這篇是在 這篇到底是在做什麼 到底他是在做 他在做生成 他生成一張圖片嗎 是在做圖像生成 他是在做圖像分成 那 你後面的那個實驗結果 那是圖像分成嗎 恩 不是 是他線性探測的分類 所以這到底是在做圖像生成 還是做線性分類 恩 在做線性分類 他也可以做圖像生成 但是他拿來做線性分類 為什麼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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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做圖像生成 Table裡面應該也有圖 做圖像生成 那他為什麼拿來做線性分類 好 沒有想到沒有關係 來 網上 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降低解析度 降低解析度可以讓他需要訓練的數據更少 需要訓練的數據更少 他是一個 通過低數據的方式去訓練 好 沒有回答到關鍵問題好不好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ZN Paper 到底想跟我們講什麼話 ZN Paper 第一個 首先啊 圖像分層 其實ZN Paper 他最後做出來是有圖像分層 但是ZN Paper 他的重點 他的重點是 他想要知道 到底 我的 我如果 我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如果給我一堆 這個 圖像 然後沒有Label的圖像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做Pretraining Pretraining 是什麼意思呢 是 我訓練出來這個model 我之後是要拿去做分類任務的 我不是要拿來做生成的 我是要拿來做分類任務的 那 他說 我覺得 我覺得語言 語言的模型 有兩個 他們都做得非常好 一個是GPT 一個是BERT 分別就是Transformer Encoder 跟Decoder 他們做 預訓練都做得非常好 那他現在說 那我要把它拿來做圖像的預訓練 最後他發現GPT比較好 但是我對這個論點之懷疑 因為這邊是OpenAI發的 如果是Google來做說明 就會 調出一個參數 說BERT比較好 我是真的這麼覺得喔 我是 對 這篇 paper 我是真的覺得他的結論 我們平平比較好 反正 但是他總是就是做了預訓練 預訓練之後 然後那個 然後就發現效果不錯 為什麼要降低解析度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TokenLens不能太長 你們知道把圖片 如果太高的解析度 丟給他的話 這個 他的TokenLens可能要100萬 對不對 那 你只要 如果是一張1000x1000的圖片 那你的像素就100萬個了 對不對 像素就100萬個了 你在 你這樣子 你現在那個什麼 GEMINA 那Google的GEMINA 那個 現在說稅心開放也才200萬Token 你知道這個要花多少運算資源嗎 所以他會 這件事情要降低解析度 好 所以這邊 paper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 他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把語言的模型 拿來直接套到圖像上面 語言的預訓練模型套到圖像上面 效果很好 這件事情就想講這個 好啦可以了 好 來關掉下一個 好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運用層 來 好來 請 拔 來 吧 來 然後報告的是Laura這個東西 然後這是它裡面的一張Figure1 然後這張圖的解釋是 我們假設模型適應期間沉重的變化也有低內在致 這導致我們提出了低致適應的方法 Laura允許我們通過優化適應期間密集層變化的 致分解矩陣間接訓練神經網路中的一些密集層 同時保持預訓練權重凍結 像徒1所顯示的這樣 然後以GPT3175b為例 我們顯示基式完整致就是徒1中的1 高達12288非常低的致機R可以是1或2 仍然足夠 使得Laura在存儲和計算方面都非常高效 然後Laura的優點 第一個是預訓練模型可以共享並用於 構建許多不同任務的小型Laura模塊 我們可以凍結共享模型 並通過替換圖1中的矩陣A和B 來有效的切換任務 從而顯著降低 存儲需求和任務切換開箱 有矩陣A跟矩陣B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簡單的線性設計時 使我們能夠在部署時 將可訓練矩陣與凍結的全綜合併 與完全微調的模型相比 沒有推理延遲 因為這是通過設計實現的 然後第三個優點是 我們簡單的線性設計 使我們能夠在 在 沒聲音 這重覆 第四點是 Laura與許多先前的方法證交 並且可以與其中 許多方法結合使用 例如前綴調整 好來白同學 講一下他到底 你可以再講什麼 對 你很小聲 嗯 他聽不到 有點小聲 你也不用重報了 你講有點小聲 這樣子 我是非常困難 不然你先欠著 下一個 你給我坐到前面來 下一個 下一個 你就不能再說你小聲了 可以嗎 好 那 哎呀 我跟你講 我看你這樣子 我們就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什麼是智啊 這邊不是有什麼內在智嗎 什麼是智啊 就是這個啊 B內在智啊 這個智 智是什麼東西啊 唉唷 這邊有沒有數學十五級分的 吳一德我記得你十五級分的 是吧 你都 你都 十五啊 你不是說十五嗎 這邊有沒有數學十五級分的啊 唉呀 我幫你問一下智能力 有沒有數學十五級分的人 有沒有數學十五級分的人 沒有人知道智是什麼 你不知道智是什麼 你這樣下面還報了下去 我只要問一文字 好 那rank是什麼 你講rank也可以啊 rank不是排名嗎 為什麼在這邊被翻成智 嗯 那智是什麼 哇 這非常困難 這邊真的沒有人數學十五級分的 一類只在通過用低微結構 近似大型模型的高微結構來講 你不要再講啦 你不要再講啦 這個字 這個字齁 這個字我現在真的是不知道 你現在顯然講的是錯的啦 哇 你這樣我們非常困難了 你有沒有好同學可以救救你啊 沒有人沒有人要救了 吳亦哲問了確認GPT結果呢 你還沒問 來請講 他還沒問確認GPT他說 診證的信息量 對啊 來再講 再講診證的信息量 繼續 原作物還有那個 他明明說很烈的信心 那你這樣講的是人話嗎 你聽聽你講話 你有理解嗎 有理解嗎 有理解嗎 來請講 第一次的話就是 可能是假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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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假設他提到幾天 第一次的話就是說 這個東西比較關於性格 那如果是高級的話就是 這個 假設這邊都是床的 然後其次之後 這個主要就有 那如果是高級的話就是 可能這個管理還有一些什麼 就是 還有錯誤什麼 就是比較困難 好 我覺得 我 沒關係等一下我會統一解釋一下 你這樣實在是聽不下去 好 那 独立的狂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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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 狂向量 独立的狂向量 独立 然後REF叫做 行最減 行舉證 好啦好啦 你講的是人話嗎 這邊有人聽得懂嗎 那就數一下每一行 第一個非零元素 好不要再看翻譯了 不要再看翻譯了 我們就問你最關 就再問你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請問一下這篇 paper 它到底想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你不要再講那個什麼 rank啊 什麼字啊 你就說這篇到底想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 就是 每個擁有1750億參數的獨立微調模型 實力不符成本極其昂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提出了低脂反應 低脂失憶 成本太高 對 解決成本問題 好 好啦好啦 你有一些密碼的認識啦 解決成本問題 我來幫大家 總結一下來 解決到你的獨立好不好 哇 你這樣子 這樣我們非常困難 這個 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到底想 這篇 paper 到底想解決什麼問題 其實 paper 想解決的問題是 今天 如果你有一個超級大的獨立模型 然後你想要把它用在醫學上面 你需要對他做的 就是對他做 mine tuning mine tuning 就是整權參數為條 那 那你這樣 你知道要去花多少運算資源嗎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了啦 這個 前 那個 Open AI 那個 clip模型 我上個禮拜要講 對不對 Clip模型的參數啊 小於0.5 billion 需要400張GPU訓練12天 最新剛open的一個model 叫 Facebook long mark 70b的模型 70b就是700億的參數 70b的模型 train it 總共需要4萬張GPU 一個月 所以你想要train 一個大模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們知道不可能的嗎 這不是我們訓練的期 那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怎麼 那你要怎麼fine tuning呢 這個 過去的研究 已經在這篇 paper之前 都有一些方法說 啊我要幫我的model加點料啊 說什麼 我的model啊 這個 這個 那個transformer attention完了之後啊 這個 我需要增加一些 這個 這個 加一些 支線結構啊 這樣子我training那個支線結構 整個model performance 就可以變好 這樣子 這是之前的研究 那今天laker覺得 加那些支線結構 太麻煩了 我 我希望啊 不要加支線結構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這個model給training 那他想到的方法 是這樣子 他想到的方法是 今天 我的model x 進去之後 在transformer裡面 你的model x 進去之後 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 就是他剛剛講 大概一萬二的 一萬二的寬度 那一萬二 input 一萬二 output 他的矩陣 需要多大 他的參數矩陣需要多大 一萬二乘一萬二 對不對 input一萬二 出來也要一萬二 那那個矩陣的大小 就是一萬二乘一萬二 這數字要多大有多大 對不對 好 可是他說 我現在想到的方法 我不要讓他一萬二 input 比較 我要讓他一萬二 input 出來還是一萬二 不見得要乘以一個 一萬二乘以一萬二的矩陣 我們可以乘以一個 先乘以一個 一萬二乘以二的矩陣 再乘以一個二乘以一萬二的矩陣 你們上網查的話 大概查到 是不是講這個吧 字就是rank 矩陣的矩陣 我兩個第一字矩陣 替換掉那本來的 本來的那個高字矩陣 高字矩陣就是一萬二乘以一萬二 你們大概稍微想像 如果是一萬二乘以二 再加上一個二乘以一萬二 這兩個矩陣 乘起來是一萬二乘以一萬二 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他原始的總參數量用多少 一萬二乘以二乘以二 對不對 這樣我需要training的data 我需要training的barrometer 是不是就變少了 這樣可以嗎 他說最重要一點喔 因為你training出來的這個支線 你額外training的這些 一萬二乘以二 和二乘以一萬二的矩陣 因為他乘回去之後 還是一萬二乘以一萬二 所以他可以直接跟本來的 pre-trained weight 相加 得到新的 weight 這樣你跟原來的 你就 你原來的model 長成什麼樣子 現在的model 還是長成什麼樣子 看起來就像微調 但實際上你不是在微調這樣 你右邊是調整的嗎 右邊是你的第一字矩陣啊 你要training的目標啊 那你左邊沒有 左邊fixed啊 但是你在training的 你training完了之後 你可以直接把 右邊的第一字矩陣兩個相乘 然後直接加到左邊的那個 看起來就像你這個model 對這個model 我一調過來 好不好 哎呀 這個 我怎麼不去啊 等一下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這個 讓你回答一下別人的問題 看你有沒有辦法 好啦 就這樣啦 下一個 來下一個是誰 來關掉 來 來 來 白同學 等一下你還欠一個問題喔 孫同學 你還幫我坐近一點點 等一下沒有聽到 就是 無印 然後 今天要講的是 scaling laws for new world sanglish 大聲一點 你這樣同學真的會聽不到啊 嗯 大聲一點 你用那個風 沒有那個風 不要害怕 你這邊最簡單了 我看 我感覺出來 你救了所有同學 來 來 就是 我這樣講的是 scaling laws for new world english model 然後 這是我的目錄 然後 這邊 我們主要就是在講 這個語言模型的表現 就是大概就是隨著 模型的大小 數據值的大小 還有訓練所用的計算量 就增加 然後發生變化 那 他的本質會隨著這些 因素的增加 然後 秘率收穫 然後 我們在最後的結果 有發現說 較大的模型 在利用樣本方面 就是會更有效 然後 最好的訓練方法就是 用相對少量的數據 訓練大的規模 然後 在完全修練之前 停止訓練 然後 這邊就是 稍微 就是走一下 揭曉 就是 呃 語言是 就是人工 智慧 研究的自然明語 然後 他在多數的推理 動物中 還透過語言 然後 表達跟評估 那 他就是補出一些抽象的概念 然後用個框架來表達各種的訓練 那 這邊提到的 無監督學習 是 指說 就是 利用大量的文本數據來訓練這些模型 那 互聯網 像是存在很多文本數據 像是書籍 文章 對話 這些都可以用來訓練 語言模型 那 越豐富的數據就是可以 讓無監督學習在語言模型中心間更有效 像是深度學習的技術呢 就是基於Transformer的模型 然後 他可以 就是顯著的提升語言模型的性能 那 他的任務呢 就是包括 像是語言理解啊 生成 翻譯 還有模型的表現 那 他的模型表現已經達到就是 接近或是 已經可以 記錄跟 人類的水平相同 像是 CheckGPT 就是可以 撰寫一些連貫的 就是有很多提示的文本 那 語言 性 語言 建模性能呢 就是取決於 模型的架構 還有 神經模型的大小 訓練計算能力跟 訓練數據 那 他的性能受多一個 因此的影響 然後 像是 Transformer的架構啊 還有 突破型的大小 那 這篇 跟我的研究就是 主要關注在 Transformer的架構 然後 Transformer的架構就是 現在 Transformer的架構 已經成為 語言建模的標準 然後 他就是 在探討 Transformer的架構下 語言模型的性能變化 然後 分析他在不同規模跟 資源下的表現 然後 這篇研究也觀察了 從小模型到 超大的模型的性能變化 然後其中涵蓋了 七個數量級的模型模範 然後 現在就是講 就是這篇文文的圖一 然後 這篇圖一就是在講說 語言模型的性能表現 就是會隨著 模型的大小 還有 Data Set 就是 數據級的大小 還有 Compute 就是訓練的計算量 然後 然後 他們 越大 就是 他們的表現 語言的性能 語言模型的性能表現 就會越好 然後 TID就是有提到 如果要達到最佳的性能 那這三個因素 就是必須要同步的增加 當其中一個因素 不受另外兩個因素影響 另外兩個因素限制的時候 今夜的性能 就會 會 跟 每個單獨的 因素 存在 命率關係 像是這個圖 就是可以看到 他的Compute 就是 計算數值 越大的時候 計算數值越大的時候 他的損失就會越小 那這個Data Set 就是 他的數據級越大 然後 他的損失就會越小 然後這個Parameters 就是 就是 這個是 參數 就是 模型大小的參數 越大的時候 他的損失也會越小 那損失 損失 損失就是跟性能有關 損失越小的時候 性能就會越好 然後 然後 這邊就是 就是第二個圖 然後 他就是有講到說 越大的 越大的模型 只需要 較小的樣本 就可以跟 小的 欸 較小的模型 越大的模型 只要 比小模型 較小的樣本 就可以達到 一樣的 性能 像是 可以從這個圖看 就是 十的九次方 Parameters Parameters 就是 他的參數較大 就是他的 他的模型比較大 那他模型比較大的 然後 這個就是模型比較小的曲線 然後 這兩個比較 如果在同一個 就是 如果我們要 比 他在找一個 Loss的這個 值的時候 像 他 只要 持得 七次方的 Token 就可以 在 就是 這邊 他 要 比較多的 跟 這個大模型 小 Token 一樣 所以 就是 就是 他所需要的樣本數 比較少 就可以達到 比較好的效果 然後 這個圖 在講說 這個最佳模型 他隨著 這個損失目標 和計算 預算 的變化 就是 會呈現 平衡的 增長 然後 可以看到這個 計算量變化 越大的時候 他就是 會慢慢的 Loss會減少 然後 就會越趨近 最佳模型 然後 所以他會呈現一個 平滑的增長 然後 這邊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 他 沒發現 這個圖 他的 就是 三次 十的 十的 九次 就是 快樂了六個數量 然後 最後就是 然後 就是 這篇 大概 像是 幾個分 然後 性能 其實就是 強烈的 依賴規模 那 規模就是 又有三個因素 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 模型的 探數數量 就是 模型的大小 然後 數據集的大小 然後 還有 剛剛所說的 Compute 就是 訓練用的計程量 然後 就是 他跟這個規模 相相相 他跟 規模的影響比較大 然後 跟模型的形狀的 就是 相關性比較小 然後 剛剛提到 平滑的 密域關係 就是 他不受其他 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其中一個因素 不會受到 就是 當他不受到 其他兩個因素 限制的時候 他的性能 跟規模 會呈現 密率的關係 然後 趨勢是 快有六個數量級以上 那性能 性能 最終會 需要 再達到 零所時 就是 剛剛提到 Loss 他最後會 像這個圖 他就會最後 越距近Loss 就是 越距近Loss 的時候 就會 比較平衡 對 去平衡 然後 然後 像是 第一 就提到說 這個樣本的效率 就是 剛剛有講到 Figure 2的時候 就是 越大的模型 他 比小的模型 還更具 樣本的效率 是因為他可以用 比較少的 優化步驟 跟較少的數據點 就可以達到 一樣的性能水平 然後 順便這些模型的理想大小 就是 跟 損失有關 就是 剛剛說損失越小 就是 這個模型的性能 越好 對 總結來說 就是 這些語言的建模性能 就會 隨著 模型的大小 數據量 跟提升量 適當擴大 呈現平滑 然後可以預測 的改善 對 然後 就是 模型越大小 兩本效率就會越好 謝謝大家 好 講完了 那 乖同學問你一個事情 我就問你一個 4GD 如果今天 我的 SIMPLE size很小 我 應該 要訓練一個大模型 還是小模型 你要訓練一個大模型 那 這樣不是容易 Oven fitting嗎 不知道 總之 這幾篇配合就是這樣告訴我 好 沒關係啦 至少你回答對了 好不好 好 來 往上 再往上 來 這個 我想問 請那個 溫同學解釋一下 左邊這張圖 好 來 可不可以仔細講解一下 這張圖怎麼看出大模型 需要的樣子比較小 可以仔細講解一下 這張圖怎麼看出大模型 需要的樣子比較小 是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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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是什麼東西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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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那Y軸是什麼 是Tesboss Tesboss 是越小越好 那接著你可以解釋了嗎 那不然我們換個講法好了 如果今天 小大模型容易overbitting 它需要更大的樣本才能發揮效果 這個線應該畫成怎樣 黃色那條線應該畫成怎樣 沒有問他 黃色那條線 如果今天大模型 需要更大的sample size 才能夠發揮效果 黃色的線 要畫成什麼樣子 如果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 今天 大模型 大模型是黃色的線 對不對 小模型是那個 深紫色的線 對不對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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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 你剛剛跟我講說 這個大模型 它更少的sample size 也要用大模型 那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 需要比較大的 需要比較大的 sample size 才能發揮大模型的效果 這張圖會長成什麼樣子 怎麼畫 哪一張黑板畫 畫兩條線就好了 畫黑紫色的線 跟黃色的線 這是現在 那如果 如果說 如果說 大模型需要更大的樣本 才能發揮潛力 大模型那條線 會畫成什麼樣子 蛤 怎麼又移 全部拼移 直接又移過去嗎 又移到哪裡 你畫畫看 那你上去幫他畫 你不覺得沒關係 你畫畫看 你不覺得沒關係 你畫畫看 你畫畫畫看 媽媽 你畫畫看 他現在在這邊往下 對啊 他會往後 他會在比較後面 才往下 他越靠右邊 那他在sample size 好 那我講具體一點 好了 如果今天大模型在小Sample的時候表現得比小模型差 然後大模型在大Sample的時候表現得比小模型好 這樣圖會畫得怎麼樣子 二選一哪一個 電話來後畫了 後畫 後畫 對嘛 好 吳玉德你至少會看圖 你們兩個這樣等於不會看這樣圖啊 你們亂講一通 你們這個 我前面的問題跟後面的問題不一樣 吳玉德你可以同意嗎 同意 這兩個女朋友是不是 女朋友的朋友 女朋友的朋友 好 好好好好 你就感謝吳玉德的女朋友吧 好啦就這樣 來來來 回來回來 好啦好啦那就這樣了 不要再圍他你了 這麼簡單的一個Paper 被講得這麼這個樣子 這一個Paper不是就在講說 今天 不要跟我 不要跟我講那有的沒的 有的 反正 給我越多的GPU 給我越多的Data performance就表現越好 就這個樣子 然後你再稍微解釋一下 怎麼就好了嘛 可以嗎 這Paper就是這麼的簡單啊 不要跟我講那些什麼 容易overfitting 容易什麼 沒有這回事 現在只有一個法則 我就要scaling door 好不好 好啦好啦 下一個下一個 來 葉子你可以來了 講這個 講這個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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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就可以啦 但是你要 你圖 你要放Figure One Figure Two 這個沒有問題啊 我一樣有要求要人家放Figure 好來 好 然後 好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那個 你不要跑太遠 等一下要問你問題耶 你知道這件事嗎 蛤 沒有 等一下要問你問題啊 要問上個報的問題耶 不不不 我是同學可以了 我是說那個 你不要跑太遠 等一下沒聽到 來 用麥克風 來 我現在要講的是那個 我的主題是那個Paper 然後 他就是一個 就是有關那個 自間錄學系 然後用在那個 就是 就是圖像的 就分類 然後電視上面的 一個 一個技術 然後就是 這篇論文的摘樣 就是他們那個 作者想要知道 什麼 就是自間錄學系 就是 就是這個自間錄學系 然後又擺有這個方式 然後是不是可以 就是 在圖像的那個分類上面 然後提供新的課程 然後一樣 可以表現比較好 然後 然後他們也有就是 把他跟捲機網路進行比較 然後也他們 這個 好像做蠻成功的 就是他取得了蠻高的準確率這樣子 然後 欸 好 對 然後就是那個 代表的那個應付年齡 然後 他的應付年齡 主要就是 他就是有分成 分成兩個 然後 一個是 教室組 一個是 學生組 然後 然後 他就是輸入一個成像 然後 然後把它分成兩邊 然後 也傳進一些學生 還有教室的網路 然後 然後 他們就是 有相同的架構 但是 餐廠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說 教室網路的輸出 都會一直 就是均值中心化 然後 他一直就是 就標本化 然後不要那個 就是 可能受到 可能就是 什麼量子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其他的影響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還會用 手指來處理 對 然後 他說 他們學生 跟教室網路的相似性 會透過 交叉上的實在課 那樣 然後 也會用 這個 的操作 然後 就是 來精通過 學生傳呼提度 然後 他說 這些技術 就幫助這個 該有的方法 實現了 然後 他說 就比以前 有比較好的成績 這樣 然後說 他的特色 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在一個 就是最近的檢索任務 然後有潛力 然後 他又在圖像的檢索啊 然後也 這些任務總 表現得很好 對 對 這樣 然後 然後 嗯 好 他說 這個技術 就是有一個 蠻大的服務 這樣子 然後他說 就是他在 以後那個飛機的 都會精神的服務 上面 然後也 可以 對大型的VIP 進行育訓練 然後也 可以獲得 獲得的極限 謝謝大家 好 來 這個 就問你 來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給他看課程 好 請問一下 老師的網路跟學生的網路 哪一個的權重比較舊 哪一個的權重比較舊 他們兩個權重是不一樣的嗎 哪一個權重比較舊 老師的 好 你答對了 老師的網路權重比較舊 好 那我現在問這個葉同學 這個合理嗎 所以老師比較差 是不是 老師沒有比較差 老師沒有比較差 老師 你這樣 可是他 那你同意他的講法 你同意 老師的網路的確 參數比較舊 那 老師的網路 那 這樣老師要怎麼教學生 啊 就讓學生可以 一個常用的意思 大家就一直進步 你這樣子學生怎麼進步啊 還是不一樣的學生 對對對 你們現在老師比較廢 你現在 你沒有講到關鍵啊 老師比較廢 然後結果 你現在跟我講說 一個比較廢的老師 你名老師就是前幾代的學生欸 前幾代的學生 然後你 你現在新的學生 要分 舊的老師 要有相似度 這個聽起來很多合邏輯吧 各位問你覺得合邏輯嗎 不太合邏輯 Wither你還是覺得很合邏輯 對不對 對 你是女朋友 是跟他有多好 然後講這種違背良心的話 那怎麼辦 那關鍵是什麼 來 來 關鍵是什麼 葉同學你講得出來嗎 關鍵 因為你 你今天報告沒有報到 那個關鍵 我不確定你是不是有看到 講不到 好 給你一下 那一早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他講的大部分都沒有錯 除了少講一些東西以外 就是 教師網路 確實是比較早的 比較早的 學生網路 也就是說今天 可能這個 我們比喻一下來講 就是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一號學生啊 然後之後一號學生 叫二號學生 二號學生 再叫三號學生 那這個時候 現在要催你 的時候 的確他就是拿一號學生 來當教師 然後三號學生 來當學生 但是這一樣 只解決了一個問題 這樣子 就是用比較廢的人 教比較好的人 然後你現在要跟我講 比較廢的人 跟比較好的人 相似度要高 欸 比較好的人 要跟比較廢的人 看齊 對不對 這樣大家很難接受耶 啊 講不到 我講不到 來林奕蓁 林奕蓁 你解釋一下 林奕蓁 你有機會 解釋 跟他解說啊 對 因為我覺得 剛好 對 好不要講廢話 來教師王若英吐蓁 是什麼 學生呢 學生不是英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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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教師 那所以呢 教師王又怎麼提 不要再亂講 你不要再亂講話 來 為什麼叫林奕蓁 這個解說是因為 你 你對你的 圖一 解釋得很清楚啊 如果你有理解到的話 他們不是在用跟你一樣的技術嗎 所以嘞 所以嘞 學生是會在家 什麼東西 你弄錯篇啦 這篇是你的圖B 不是你的圖A 哎呀 好啦好啦 我來講啦 教師看的圖是整張圖 是圓圖啊 學生看的圖是一小塊啊 對 你不會講啊 那學生只看了一小部分 一整張圖裡面他只切一小部分看 他當然不可能 他當然不可能學得好啊 他就是要用那麼一小塊去預測 Overall的結果啊 對不對 那教師網路因為他看得到原圖啊 所以說他明明比較廢但因為他看得到原圖 這樣這個Trending才有辦法運作啊 好啦好啦 你留下查看 等一下我會問你一個問題 好不好 好啦下一個 你少講個關鍵不服邏輯啊 來來來下一個 MAE是不是 你沒事了 好 好 好 對好那我 來介紹一下這個MAE的模型 它 Nex Auto Recoder 它就是掩蓋然後 類似自我監督學習的方式 然後 對然後它是2021年10月的時候提出的 然後它主要提出兩個重點就是 圖像跟視覺的資訊究竟有什麼不同 然後還有就是 第二點就是說 要如何可以取得到 更多圖像重要的資訊 你剛剛講圖像跟視覺的資訊到底有什麼不同 你是想要講圖像跟語言嗎 圖像跟語言的資訊 哎呀 講話沒有邏輯啊 對啊 而且 好一點緊張 你這樣子 這個其他同學真的會聽不懂 我是很清楚 這邊對不對做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就是圖像跟語言的 察覺 好 那現在看一下它的idea 那它就是先將 一張圖 那我們遮蓋75% 就是 我們要避免說 它圖像 它可能會用到什麼插子法之類的 就是去學習 所以如果我們遮蓋75%的時候 它可以更好地去學到 它那些圖像的重要資訊 去掉一些 淪於不必要的學習 好 那它就是 放在 它將25% 就是沒有遮蓋的部分放在 encoder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簡單的 Invading 就是它可以 encoder就是提取它的那個 重要的資訊 好 然後之後呢 再把那個被遮蓋的 順序呢 放回去 然後叫decoder去還原出這些被遮蓋的部分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它還原出的話 就要跟它原版圖案 越來越像才可以 那它主要就是在學習說 那encoder 它可不可以就是 很好的學到說 那些圖像的重要的特徵 然後 這樣也可以有利於 就是它後面的轉移學習的部分 好 但是這個id呢 就是 明明BUT的時候 就已經有提出類似的 就像說遮蓋嘛 或者語言上就已經有這樣的 形式 2018年的時候就提出 那為什麼隔了三年之後 我們才可以成功將這些遮蓋的形式 用在這個圖像上面 那作者提出了圖像跟語言不同 會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捲基神經網路呢 它很難處理這個遮蓋 和非遮蓋的邊界 就像這張圖裡面 如果捲基神經網路 它在處理這一塊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 弄到那些非 弄到一些遮蓋的區域 那這樣它會讓捲基神經網路 很難提取到它的特徵 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 這個有VIT的這個模型出現 它是用把圖案給區隔開來 然後去訓練 所以作者就運用這種方法 我們就把圖案跟Mask住的圖案 區隔開來 然後把沒有Mask住的拿去訓練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Encoder到底會不會輸入這些Mask的訊號呢 那作者他實現結果說 如果你沒有輸入Mask的訊號的話 你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然後重點是 你訓練的速度是快三倍 好 那第二點問題就是說 好 就是文字的資訊量它其實是很大 但是它圖像呢 它是像素 資訊量可能是相較於比較少 那它很有可能就是 用叉子發 它就是交差了事這樣 那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像是這個 蝦人這個 應該大家都很可以知道說 它應該就是炒飯 蝦人炒飯 那 如果它是 炒飯的炒換的其他字的話 它意思就會差太多 所以 那它 對於訓練來說 它就不會有個比較敷衍的情況在 那如果說我們只遮蓋 那如果對於圖像來說就不一樣 我們圖像就不能遮蓋一點點 如果我們只遮蓋一點點的話 它有可能就用附近的它圖樣去插子這個區域 就像是可能機器它就認為說 這就是粉紅色 那它在Auto Decoder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就給它PASS做 所以它沒有學到真正的特徵 所以作者就提出說 好 那我們一定要遮蓋很大的區域 讓它能夠去學習到那些特徵 不要用那種插子法類似之種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Decoder的複雜度 那語言學習因為它不用一定要完整的看到上下 很前面或很後面的文章 就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MASK做的到底是什麼字 它可能上下一點就可以判斷 所以它可以用比較簡單的這種模型 像MLP去訓練就好 但是如果我們圖片遮蓋這麼多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模型 它能夠全局的去訓練它 所以作者就必須得用Transformer 作為它的Decoder 那Transformer它就是比MLP複雜很多 所以就提升了這個為什麼 MASK難用在圖像上的難度 好 那來看一下它的表現結果 那既然處理這麼多問題 那表現結果其實是還不錯 那它是ImageNet 5萬張的圖像訓練的結果 那中間這個箭頭的部分呢 是它MAEDecoder出來的圖案 那右邊就是圓圖 那你可以看到說就是 它真的學到了 它好像真的學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如果我們人只看左邊的話 我們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但是它卻 但是MAS1卻可以還原出一些 我們覺得很厲害的一些細節 那這可能也就是 不是插子法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後作者它訓練說 max ratio 到底 我們到底要多大max ratio 就如同前面講的 其實max-king ratio max-king ratio 其實要大一點 像你看 10% 20%的話 它的這個學習 它的那個 performance就不太好 可能要到60% 70%這樣 performance 才會比較好 OK 那因為它有這樣子良好的特徵的學習能力 它其實就可以避免到over-fitting 因為它就不用去學習那些很多餘 很沒有必要的那些資訊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 模型越大的時候 其實越有可能會有這個 over-fitting的問題要去處理 但是MAS1呢 它雖然模型在很大情況下 它的表現卻還是比其他模型都還要突出的 所以可以證明說 它over-fitting對MAS1來說 MAS1可以解決一些over-fitting的問題 好 那來看一下它轉移學習的結果 那它在物體檢測分割能力 然後羽翼分割表現 還有圖像分類的能力呢 都是比以前的模型還要來得好 那 以前最新的模型是2021年大概6月的BAT 那它比那個模型還要好一些 然後 在圖像分類能力呢 它比previousBAT的模型高出許多 所以這就是證明了它 好像真的學到一些很細節的那些東西 好 那為什麼表現結果會比BAT好呢 OK 那是因為 就是BAT它在處理資訊的時候 它其實類似於BERT 就是它要先把圖像的 透過一個什麼DVAE的一個模型 變成一個類似於視覺詞彙 就是它把它變成一個很像字詞的Token 那你這樣額外處理的話 它可能會失去掉一些圖像原本的一些像素 那而且 對 而且會失去一些圖像的像素 然後 喔對 然後就是你看 它還需要多花一個DVAE的模型去訓練它 那也會增加它的複雜的難度 然後 此外呢 因為它是基於BERT的方式 所以它的掩蓋率其實也不能夠太高 就是 就像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字詞字詞 掩蓋率不能太高 那 那BERT呢 它就是類似把圖像換成字詞的感覺 所以它的掩蓋率不能太高 那這可能就會導致它的學習 沒辦法 這麼學好的特質 那 MAE呢 它就是直接 我就是直接把那個圖像呢 變成像素 直接輸入到Encoder裡面 所以它就直接處理圖像 就是更直接一點 然後 這更直接一點去學習到它那些細節的部分 OK 然後此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MAE呢 它在Encoder 它不會輸入掩蓋的部分 但是BERT 它會輸入掩蓋的部分 那如果你沒有輸入掩蓋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提升它的效率 就前面講過了 然後 值得一提的就是 就是Encoder 跟它的Decoder 它是不對稱的關係 就是 它Encoder 沒有輸入MAP 那Decoder 它是有輸入MAP 那是一個它的特點 OK 那稍微總結一下就是 MAE呢 它就是有良好的測跟學習能力 那它也不需要對圖像有過多的處理 就是它不需要Label的東西 它就是自己就可以去學習 然後它的計算效率呢 可能也稍微比較高了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那個 我問那個 葉同學問一下 好 這邊 CAPER 它的數據 是什麼樣子的數據 它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不然你可以像這個 想要解決問題 跟你報的TAPER 有沒有一樣 有或沒有就好了 沒有 沒有 沒有一樣 它不一樣在哪裡 那你為什麼就不能回答 有一樣 就是就不用回答了 就有一樣嘛 你們看 來來把那個Dino給我找出來 Dino 往下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你看 MAE還會跟Dino比一下 誰比較厲害 他們兩個就是要做一樣的事情 他們都是要拿來做 pre-training 然後看一下哪個performance 比較好 然後 所以這個 這個 你這篇 paper 他就是說MAE比較好 其實我 蠻喜歡這個孫同學 他抱的樣子 他完全有講到 我上節課 我示範的重點 你要講一下 你這篇 我怎麼就你最聰明 對不對 他媽的就只有你做得出來 對不對 你要講 那前面的人絕對不是白癡嘛 那前面的人為什麼會做不出來 這件事情要講 好不好 不是說你最聰明啊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想法 那別人一定都想過了 一定都是有什麼原因 讓別人做不出來 好 我對你報告的表現很滿意啦 我就會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好 那個 Din Pepper 得罪得選 欸 欸 欸 什麼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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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意義啦 你這樣等一下你就查到了啊 這個 Kami 一個中... 一個中部人 你認識嗎 就是 他這個很厲害 之前要... 之前發過那個什麼 什麼... 那個... 一個... 厲害的Paper 是老師有講過我忘記了 怎麼樣 怎麼樣厲害的Paper 呃 怎樣 哇靠 好啦好啦 來 下一個 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你報得不錯啦 這個問題 吹毛糗屎啦 Brander是應該的 我就想說你對寄名字 的例定是比較差一點 你又會報名字寫錯 沒有注意到 好 沒關係 這換你了 你贏最後一個了嗎 太好了 終於要解剖了 坐前面一點 你要回答這個問題有 你報得很好 你忘記名字 這個沒有關係 各位總學大家 我現在要報告的是 Noise Student Training的 那我先講一下 核心理念 他跟Dino 蠻類似 他先訓練一個提卷 model 然後 他會用這個提卷 model 去生成尾標籤 他會用這個尾標籤 跟其他 沒有標籤的 data 去訓練 另外一個 model 那這個方法 可以叫做 knowledge distillation 那他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的 student model 會比他的教室模型大 或者是一樣大 然後他會在 學生模型裡面加入 Noise 所以這張圖就是 剛才講的 一個 teacher model 然後他會用 已經 label 好的 data 去做訓練 然後訓練完之後 他會生成這些尾標籤 然後他用尾標籤 跟一些尾標籤的 data 去訓練學生模型 然後在訓練之後 加入 noise 然後在 最後這個學生 會變成他新的 teacher 然後去訓練小學學生 最後這樣疊代 那這裡配合疊代了三次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要加 noise 就是因為 如果他學生跟老師的 老師都差不多 那他要怎麼進步的 所以他就要一點挑戰 那這邊他加的 noise 是這三個 data augmentation 然後 drop out bocastic death 然後速率增強就是 對他的 他的 他的 data做一些 調整 改變 然後 drop out 就是讓他的 神經元隨機失火 然後他這邊是用0.5 就是隨機一半都會讓他失效 然後 這個是跟 drop out 差不多 但是他是讓隨機的神速失效 那這邊是 會有 20%會失效 然後 然後 講完他的概念 我來講他模型的表現 這邊紅色是 Noisy Student Training 他是 他是用那個 Evigenate 來做運算 就是他加入 就是 teacher 跟 student 然後 可以發現他 在這個 跟他沒有 用Noisy Student Training的時候 表現效果有變好 大概2% 然後 母型越大 他的表現越好 然後 跟其他 就是 常見的一些 model IP 他會表現得很棒 然後 看不上圖 這邊 看一下這個 Vid Red Snake 這個 他用了829M的 Parent 然後 35億的 Label的 但是 他的表現只有86.4% 但我們 加速這個 Noisy Student Training 之後 他 在 Vid Red Snake 本來表現沒有大好 但是他表現量 滿高的 88.4% 然後 他的Parent 還比他少一半 然後 再講一下 前面那個 因為大家表現 很不錯 所以 效果不是很明顯 那看一下 這邊 是加入一些 讓圖片變難 加 Imaginate 就是 他圖片 會 他們比較難 比較難學習的圖片 那 Noisy Student Training 那這邊表現就非常好 大概 這邊 他的表現比 原本沒有加 多了 大概30% 然後 Imaginate C 就是 他的圖片會被破壞 然後 他這邊 這個 NC 把它當作是錯誤率 所以他錯誤的下降 所以他 會把它判斷的錯誤的 情況比較少 然後 再來 這個 Imaginate 就是他的圖片會 重 然後 他 這邊 NNY 是錯誤率 他 約會少了一半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 加 Noisy Student Training之後 他的 表現 就是 不論是在一般情況還是 圖片 對那個圖片的 改變的影響都會 比較好 好 很好 他 就問你 你覺得你的模特兒比較好 還是他的模特兒比較好 他的模特兒比較好 那是我的模特兒比較好 為什麼 你覺得 你覺得他比較好 你也覺得他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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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是這樣子的啊 沒有 我跟你們講 這個論點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欸我都 我問你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希望 我都 我都很算 那個是非比的答案都非常明顯 你Paper比較後面的答案比較好啊 你們看今天哪個人報的Paper 不是說比前面所有人都好 對不對 那 如果不是比前面所有人都好 那怎麼可能發Paper咧 對不對 他怎麼吹總是要說比前面所有人都好 所以你在後面吹在前面啊 你一定比較好啊 好不好 所以 所以 大家聽聽就好了 好 那沒關係 我再問無畢的人 一個問題就好了 好 來 那 你這個 你剛剛講了很多 為什麼要加nose 可是你剛剛少講的一個東西 不是 不是 教授網路比較大 教授網路比較小 學生比較大 學生比較大 這裡的學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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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般那個 以前是說 就是學生比較小 這樣講比較什麼 是是是 這裡的學生比較大 那 所以我搞錯片了 那算了 那算了 我搞錯片 我本來想問你 那為什麼本來的學生比較小 不是 就是他想要 因為說這個 我也沒有搞錯 因為其實 這樣子一系列發展 那本來的 本來的 本來他 本來他是 本來的那個 上一篇 paper 上一篇 paper 是Hinton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篇上一篇是Hinton的 我沒注意 你沒有注意到作者 好 聽聽聽聽你知道是誰 我知道 那個 一個白人 我看過那個人 你現在 那個 然後上課說那個 你現在只要不要講 那個 你用次數最高的那個 你用次數最高 對啦 對啦 那為什麼 Hinton在做的時候 他說 學生要比較小 現在 學生可以變大 其實他的 他的那個 訓練的 設備 比較好 那些 開了 慢慢對 我幫你回答 你報的很好了 因為Hinton在做的時候 你 教師已經訓練好了 你要訓練一個學生 然後萃取他的精華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 學生網路比較小 後面的人覺得 這個 學生網路比較小的話 他的最 最佳準確度也被限制 所以這邊 最重要的提出 就是Noise 你講那一大堆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搞可以讓學生網路的這個 比這個 teacher 網路來得大 然後他還可以跟小網路學東西 那因為他要有很多 noise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 這個什麼 teacher student 這樣的一個架構 你們今天聽了一大堆人講 幾乎都有類似的架構對不對 這個 teacher 網路已經很大重點 teacher 網路一定要比 student 網路強啊 要嘛就 parameter 比較多 要嘛就可以看到的東西比較多 要嘛就是 student 被一些被干擾了 對不對 不然的話 teacher 怎麼教學生啊 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很 就是一定要知道這次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 今天這個差不多了啦 我們今天這個所有人都完成了 好 那你們有沒有人有問題的啊 那我們就下課囉 那就這樣了 拜拜 injuries 好 很快